170 金融時報 差異化成銀行發展互聯網業務關鍵 2015年7月22日本部關注05王浩強本部記者王浩強 7月18日 中國人民銀行等十部委發布關於促進互聯網 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 以下簡稱指導意見 由此 以PEP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機構的資金存款業務 成為銀行新的業務增長點 值得關注的是 指導意見給銀行帶來利好的同時 通過規範互聯網金融企業的發展 也將使銀行面對更大的互聯網企業競爭 資金存款成為銀行業務新增長點 指導意見不僅明確了各個監管部門在互聯網金融領域的 相關業務分工 也或定了相關業務原則和底線等 其中對於資金存款機構的規定無疑為銀行業 提供了一個新的業務增長點 網貸之家數據顯示 在1408個網貸平台中 用戶資金有托管的平台為338個 對風險準備金進行托管的平台為49個 而無托管的平台達到1021個 無托管佔比高達72.51% 實際上 指導意見出台之前 部分 平台已經說計劃與銀行開展資金存款合作 據了解 以信公司旗下 P.E.P.平台而人泰與廣發銀行達成了全面的 P.E.P.資金存款合作 民生銀行也與人人泰 職目合子 金信網等多個 P.E.P.平台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 其中 職目合子的民生銀行資金存款系統已經正式上線 這意味著銀行存款時代將正式開A.第三方 支付資金托管模式將逐漸被淘汰 業內專家表示 銀行存款模式能有效實現資金隔離 保障投資人資金安全 目前一些P.E.P.公司採用的第三方支付資金托管模式則 存在一定漏洞 不能在真正意義上實現資金隔離 而且一些第三方支付公司本身在開展資金托管服務的同時 也開展P.E.P.業務 存在較大風險隱患 銀行互聯網金融面臨多重挑戰 目前傳統商業銀行與互聯網企業在互聯網金融領域的競爭已經白熱化 大型銀行和股粉製銀行基本上都推出了各自的互聯網金融戰略 從公行的三大平臺到普發銀行近日正式推出的 S.P.D.B.加普銀在線互聯網金融服務平臺 傳統商業銀行在互聯網金融領域可為快馬加變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2014年年報數據 銀行業金融機構共發生移動支付業務45.24億筆 金額22.59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70.25%和134.3% 儘管傳統銀行業金融機構在互聯網金融領域頻頻發力 但來自互聯網企業的挑戰仍然不少 降低運營成本和實現產品的差異化定位成為國家商業銀行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據了解 借助大數據和互聯網技術 亞女小貸每日可發放貸款超過8000筆 單筆信貸成本2.3元 客戶3分鐘可獲得貸款 而傳統銀行單筆信貸成本在2000元左右 發放貸款最快也要一天時間 與此同時,基於微信等新媒體的推廣或網絡自發傳播 互聯網企業可在短時間內將產品信息推送至數以萬計的客戶群體 使營銷成本大幅降低 而銀行長期以來沉澱了大量用戶數據 但卻沒有有效地用於降低成本和提高經營效率 此外,能否在實現金融互聯網化的同時實現產品定位的差異化 也時商業銀行開展互聯網金融業務要考慮的問題 據了解,目前各家銀行都有自己的網上銀行 手機銀行、微信銀行、短訊銀行、電話銀行等 但符合於各自定位的應用場景的開發普遍還在推進過程中 並沒有哪家銀行形成了自己的鮮明特色 差異化成銀行觸網關鍵 隨著銀行互聯網金融戰略的逐步推進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 各家銀行基於手機銀行的互聯網金融創新正在逐步推進 據了解,多家銀行制定了互聯網金融發展戰略 其中手機銀行均成為戰略核心 為在互聯網金融領域搶佔制高點 各商業銀行增傷加大投入 開展手機銀行平臺建設、產品服務開發和業務拓展 然而,從實際情況內看,手機銀行作為銀行跟客戶交互 最直接的移動應用場景中端 本該成為銀行增加客戶使用頻率和廉性的重要手段 但目前大多數銀行僅僅是將傳統櫃台業務直接從線下搬到線上 並沒有太多的創新點 尋求產品的差異化定位成為各銀行下一步工作的重點 至今年年初以來,多家銀行的電子銀行部相繼變更為網絡金融部、工行、光大、普法、中信等 明確提出了要把互聯網金融作為核心戰略 據了解,工行手機銀行涵蓋了三大平台加三大產品線 常用移動金融功能大熱傳、有著較為原備的互聯網金融服務和運營體系 體現了其綜合化大型銀行的定位和服務功能 貫徹輕盈銀行戰略的招行 其手機銀行非主流的界面設計和優化後的無家取現 票務功能只在不斷提升零售客戶體驗 而民生銀行持續法力直銷銀行、微信銀行的同時 始終以打造客戶首選的移動金融和移動生活服務平台為目標 不斷創新手機銀行產品和服務 相繼推出指紋支付 i.c.卡轉帳、外匯買賣、代發工資等特色功能 以及醫療掛號、易度用車、流量充值等變民為民服務 拓展支付應用場景 以創新產品驅動戰略推進 喜愛賣、代表元素和通常 當時行動電動作戶櫻推進 unseren一 sûr門 代表勤開封 電動作戶専門